你是誰?你是從哪裡來的? 我知道我跟你一定會有些相同的地方 在這個時空裡面 讓我們真誠相對, 心靈相通 鄧外林跟你把歌談心 今天有我的好朋友, 張國榮 其實認識了張國榮 已經不經不覺有七百年的時間 記得最初認識的Leslie 她給我感覺是一個很活潑、很趙皮的男生 跟她聊天時, 她會經常大笑 或者有很多大動作 不過, 事隔幾年沒見面後 今時今日跟張國榮聊天時 完全是另一種景象 現在Leslie 她會帶些溫文成熟的感覺 說話方面很小心, 很得體 沒有了以前的大動作 但是增添了幾份 是不是經常都會有人用來形容 張國榮的所謂滄桑感 其實呢, 我想最初香港的朋友認識張國榮 我想, 都會還記得的 就是當時參加麗的 亞洲歌唱比賽 亞洲歌唱比賽 對紅缽仔 跳跳紮 唱American Pie 其實當時為何會激發你參加這個歌唱比賽 我當時在英國剛才讀完書 即是還沒讀完 因為爸爸不舒服 所以要回來 回來之後 我想沒有人家有一段時間會怕死 他剛才是那個時候 他說不如你不要回去 其實挺失意的 因為我當時來講 已經拿了獎學金 拿了獎學金 我當時讀Textile 讀房職 然後就 不回去 那怎麼辦呢 經常在這裡留念 即是香港 然後 然後有一個機會 我的朋友說 有個歌唱比賽 你經常喜歡唱歌 不如去玩一下 我說不要啦 我陪你報名 即是他給我5元 那時候報名很便宜 5元 然後就唱一唱一唱 要決賽 會不會是命運安排 你覺得會不會是命運安排 會 會的 很重要 我 你想想我讀書 讀那些科目 全部都不是跟娛樂圈有關 如果我這麼喜歡娛樂圈 我會讀音樂學校 去外國 那又不是 總之始終都要逃不過 這個娛樂界的魔掌 其實最初你幾歲就離開香港了 十三歲 十三歲 所以當時真的 哇 好厲害 即是可以 去到只有一個親戚 我自己一個人搭飛機 過到去找人來接我 又不認識那個人 即是像雙體那樣 拿著一張照 這個是誰 這個就是什麼姑姐 即是這樣 然後 還好笑的 最記得當時搭飛機 即是第一次 又沒有經驗 那坐在那些Jumbo 那些747中間 那間有些包機 即是我想學生去 很多家長都是因為經濟的問題 即是會是 喂 學生仔不用這麼奢侈 即是搭那些包機 那個機叫 不知道什麼 Laker 那時候很流行 那就是如果你去到外面 就多數是包機 最出名的那間 我們有包機 即是我們有去 我最喜歡採我旁邊的那個 是讀新法的 嗯 但他應該是很時貌 因為他應該是去慣 那種 所以很大安主義 好嗎 但我很緊張 我手心微微深汗 哈哈 因為你搭飛機 即是 又不知道怎樣 我聽 即是 嘩這麼高的飛機去到 直至一上機的時候 噹噹噹 跌了那些 即是 有個projector 在樓上 即是那些放影機 跌了下來 在那裡 嘔嘔 然後有四條張 即是那些蛋公 在那裡勾著 又有升下升下 直至機上了上面的雲層 平平了 那些空中笑著 先說 走吧走吧走吧 還想回 嘩 好儀器 是啊 沒有 所以其實很香 不錯 好 我聽到 其實很久 你會說 趕快樂 你會說 我的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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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接受多些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根本我自己本身沒有內涵 所以經過了那一晚這麼控動 這麼受人愛戴之後 之後就有些不好的後果產生了 反而有一段時間我挺落寞的 但是在那段時間裏面 我也盡量去沖繩我自己 譬如說我唱歌不行嗎 你覺得我唱歌不行嗎 那我做電視劇 然後隔了幾年之後 讓人家探望了 我才再唱歌 也可以說我當時的聲音還沒變 現在我變了聲 成熟了一點 所以這一陣子出的唱片 大家都收落了很多 我勸你早點跪去 你說你不想跪去 只叫我破綴你 又由海風輕輕吹咬腳鳥熱火堆 我看見傷心的臉 你說我 我無關的臉 等於給我 寫死去 寫得他 學太人訓練 多そのстран 如何知 至得輕吻你 發炎 風機就吹 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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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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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些遭遇 关于张过荣的一切 在明天和后天的把歌谈心 我们会继续谈谈 好了 邓可林和张过荣 在明天早上十一点和你见 一会儿会有危丙囊的阿郎日记 阿郎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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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过荣在十三岁那年 已经是脚身离开香港 去到英国那里读书 一住就住了五年半的时间 在英国那时候 Leslie学会了独立 而在1977年 她参加亚洲歌唱比赛 从此就是一炮而红 不过在娱乐圈的七年时间里面 Leslie可以说是受尽了不少的苦头 不过今时今日已经是苦尽今来了 哇 用的形容词似乎是来得很戏剧化的 不过又真的 张国荣的遭遇的确是很戏剧化的 你最初参加歌唱比赛 哇 一夜之间受到全港人的外带 我想会不会是你那时候年纪这么小 会是第一次接触到那种成功的滋味 然后突然之间过了一阵 就三百六十度转变 同一班观众当晚是拍掌 然后可以突然之间第二次看你的音乐会 是会哭的 那譬如你那时候年纪这么小 经历这两个极端 或者是看着香港的观众人是这样的 我想有些人会经历了这些东西之后 就死了 一决不振 从此同如乐圈拜拜 但是我觉得你勇敢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坚持到今时今日 直到观众改变为止 是啊 我没有什么 这么多 这么久这几年 我没有什么欣赏我自己 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我想勇气是很重要 像你说的那时候有一段时间 我真的会很消沉 眼看自己其他跟着来的followers 哇 来世洶涌啊 个个都 哇 这个一个hit 那个一个hit 自己还有没什么给人看或是怎么样 但是那几年过了 现在返回演唱会 一不就叫张国瓊的名字 不是那时候的反应 而是另外一种更加好 而更加有内涵的感应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感应到别人对你 是觉得将军是有料的 将军是有东西给我们看的 每一个演唱会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会很开心 如果说开心是比以前更加开心 我想如果经过失落那种滋味 再次尝试成功那种滋味 你会更加珍惜它 是啊是啊 但是也不可以说没压力的 压力是越来越大 因为你得回一次 就是你经过了这么多次的失败之后 你现在这一阪 就是我自己这一阪 有些成果 出生演唱会都反应很好 你就会 就是我自己就会说 张国瓊你不可以 不可以再重复上一次的表演 就是可能你再创新创新 那越来越压力越大 但是我觉得我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之后呢我会 我会 就是over到这些东西 get over 我一生 不要旁人主张 死我吧 不会自身是爱 仰望长天天 只要与你共同 更未曾害怕我走我路 最崎嶪多障碍 我会 不必批评 我会 不必批评 感觉 你会经 此寂寞风 离海 神是想变 多少次要望 爱情要总是遍遍千不远过 眼泪多少爱过在内 找到你一生也想光彩 我一生不要光人主庄 成我吧不管自身是我 要让情愿似是两方相终 演唱 李宗盛 眼泪多少爱过在内 找到你一生也想光彩 我一生不要光人主庄 成我吧不管自身是我 有没有情愿似是两方相终 有没有觉得香港的观众很难讨好 我想每一个地方的观众都是很难讨好 不可以只是说香港的观众 我想就是因为本地姜不辣是有的 有这样的因素 比如说我去到外面 比如去到泰国 新加坡 吉隆坡 登台的时候 可能因为你是外地人 被人家有个新鲜感 不是你会说平时都见到他 坐在哪裏 穿牛仔裤 或者什么 你在外面的感觉 不是这样 而你是外来的人 现在当然有一个trend 就是去到日本 很多学生 学生女很喜欢日本明星 歌声 但是如果你可不可以担保 有一天 近藤真彦 在香港的时候 我想他跟我们的支援都一样 但是我就是觉得 本地姜不辣这句话 似乎在香港 就是最用得着的一句 就是一个形容词 比如在美国好 英国好 当然啦 人家国家那么大 但是我见到一些乐迷 勇他们的勇等那种程度 就是会很疯狂 但是呢 如果他们不喜欢那些人 他们就最多不会去看 但是就不会说是现场 又要看你 但是又要向你 然后又发泄一番 我就是不明白 比如我们香港的观众 不是那么勇自己本地的歌声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我们自己 都不勇自己本地歌声 那谁勇大他们 我想会和 政治因素有点关系 哇 现在好像很深入研究 太严肃了 现在是市政论坛 可能是因为 没有一个根的感觉 我想香港的观众 就是我是哪个国家的人 就是我是香港人 但是呢 嗯 不过我始终觉得 就算你不会 就是好像用外国的偶像 用自己的歌声 但是都不应该 就是要去他 而且我觉得 真的很不值 眼见这十年里面 有很多被人虚 或者被人柴台的歌手 他们都是在外地 有很大的成就 是啊 而且唱碟曾经是受欢迎过的 也都是因为太受欢迎的人 真的受不了 不可以见到他那么受欢迎 所以就是要踩一下 我想这件事 香港乐迷都应该想一下 应该发声一下 哇 不痛不快 是啊 我觉得尤其是一个歌手 最无辜的就是 你自己一样唱歌 我想如果不是说 那么专业 也不可以伸对大场面唱 对不对 而比如说 觉得最不公平的就是 我一个人的口 我一个人的眼 我一个人的耳 而是要接受 就是一万多人的眼 耳口鼻 这样去托马 而是没有理由的 就是这件事 我觉得是很不公平 大家都是人而已 大家都是扮演不同的角色 只不过有一个在台上 其他在台下 是啊 那比如说回 你在娱乐圈的工作 正如你刚才说 除了唱歌之外 你就在演戏方面 都放了很多时间和功夫下去 什么时候发觉 自己会在演戏方面有兴趣 嗯 会不会 说真的又不是说 那时候那么浓的兴趣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兴趣 都是唱歌方面 但是现实 永远你要向现实低头 就是一样东西 那时候你不被人接受唱歌 那然后全部是 麗的电视台 嗯 我没做过雅士 我永远都是做麗的 麗的电视台 突然间有一段时间 是 直接是 只是发展 即是 在这个 drama 方面 那他们将所有的综合性节目 全部都没有了 嗯 即是取消了 那我身为一个歌星 我可以做到些什麽呢 那 所以我只有一几个月 就好像失业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只是干支人工那种感觉 那然后啊 到一个阶段 那有一两个监制啊 不如尝试一下 拍一下 电视剧好不好啊 嗯 那我说好 如果是不好呢 那然后 后来他们告诉我 你可以做游戏的哦 嗯 我说是吗 我可以做游戏吗 那他说 不如你加入我们 画剧组吧 嗯 就好啊 那做 好啊 是否真佳 有话 呢 ik 你 泡 呀 呀 iki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日我若再回头 笑望着人幻转变 我想很多朋友看过张国荣主演的电视剧或者电影 都会无可否认你在演技方面是很独特的 你那种感觉那种电影味很重 不如你初中是唱歌的 真的不选择的在演戏 但直到在电影方面有相当的好评 究竟你会不会一直都是在发明星梦呢 又或者会不会是你有些特别的人你喜欢 例如外国的明星你特别崇拜 所以会跟着他们 我没有说什么发明星梦 但我自己真的有些崇拜的偶像 我以前小时候已经很喜欢看电影 尤其是西片 所以我的偶像派 如果香港来说 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我喜欢听大戏 可能是那时候小时候跟着工人 去看我的工人一起去看大戏的缘故 如果香港有你的偶像 我的偶像就是任劍辉白雪仙 但是如果在外国 就是如果看电影 我有很多很多我喜欢 就是崇拜他们 譬如Jane Fonda Robert Radford 我想很多人都喜欢 Robert Streisand 很多很多很有名的演技派高手 其中可能小时候已经很喜欢看电影 看电影多了 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全部都要体验 我也都可以说 譬如我拍第一个剧集的时候 和现在拍的剧集已经不同了 就是自己本身的功力 这些东西是要浸出来的 我想我不知道 我想很多朋友都会和我有一个同感 就是看张国瓶演戏 你有一种很cool的感觉 很冷感的 好像当年的James Dean 不要找我和他那么厉害的人 可能自己性格上有关系 其实我是很外冷外热 内热的人 所以拍戏的时候都会有少少影响了 譬如有些人说你有些瘡梢味 会不会因为这么多年来 譬如前几年 会有比较失忆这些东西 这些是当年 会不会影响到 一定会 那会不会 可以这么说 其实演戏的时候 都是放了很多现实生活的东西 看看哪个类型的戏 如果你是恭维性的武俠剧 那你就不可以了 但是譬如说 还有有时候拍戏 反而我最不喜欢就是这样 可能是因为我第一部戏 我做得很冷 而被人受了 之后呢 就是写完剧本 那个 写完剧本佬都会 加多几滴 是冷的 是愤怒性的人物 那其实我自己本身 我喜欢试试其他角色 那 幸好 后来之后 都有很多类型的角色 让我试试 除了演戏方面 很多朋友都经常赞 就是张国荣你在台上 那些 怎么说呢 就是跳和唱 配合 之类 每一次都给人一种 很新鲜的感觉 这方面 会不会你经常下苦工呢 有的 我自己 很多时候都会看一些音乐节目 也都可以说 日本方面都会 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就是日本的音乐界 那些 又不是说自己刻意去做成这样 就是做到自己很日本个性 因为根本我就是一个香港个性 我不可以找他们这样给 而是 我觉得他们很有gimmick 就是在台上面 他们有很多花款 如果自己是本身 本身方面能够做到 有时都会有些借镜 有些借镜 例如西城秀书的show 很大赢 嗯 我觉得他们有很多 很gimmicky 那些 我会抄了两套 看看能不能用在自己身上 我会抄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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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抄了一遍 致情 你会抄了一遍 你会抄了一遍 你知道我爱你嗎 你想让我留在我的手中 I'm just dreaming of the day When all the love will be won 愛には見えない 糸に光って いつから覚えぬ恋人だから Do you know I love you Want to hold you in my arms I'm just dreaming of the day When all the love will be won 很多人都覺得我們本地的歌星台風方面 就不是太多有自己獨特的風格 很多都會是抄襲感 譬如有少少突然間這個影子 好像Michael Jackson 下一個影子就像另一個女歌手 我們香港人真的沒有一個重心 所以連在台上表現的藝人 在台風方面都不可以自創 你應該這樣說 如果外國歌星 為何他們會這麼有風格 因為他們本身是唱歌 他們就不需要你太多影響 他們就不需要你太多影響 他們就像我們一樣 有要拍電視劇 有要拍電影 根本分配的時間是不夠的 譬如Michael Jackson 他全部就不做事了 他今年的target 就是做一張唱片 然後拍了他的影片 我問你 譬如好像Thriller 他拍了半年 我們景哥金曲拍了多久 半天 半天 已經很好 真的很快 所以不可能是不好 還有他們的宣傳又大 資本又大 最重要的是 在showbiz來說 你玩showbiz 就是要很大資本 沒有資本是沒有做的 有一天你可以把我 把這個影響做Superstar 如果你扔一千萬 我當投資 就是這樣 還有他們自己本身 因為賺錢又賺得多 他們回來的錢 回來都很多 所以老闆方面 他們當然可以付得出這麼多錢 去扔到一個人的身上 所以很多東西 給人的感覺 根本就是超級巨星 還有他們有專人教他們 怎樣去 譬如跳舞 跳到哪裡 你就要怎樣轉身 蛋糕 或者什麼 我們沒有 香港人是沒有的 香港人很多東西 可以說是根本是抄襲 香港人不是說 我們香港的歌星 不是那麼可以領導潮流 就是因為市場太小 市場方面太小 我們賺的錢也不是那麼多 是嗎 是沒有公平的東西 我會贊成 我想其實我們香港 已經是當作變魔術一樣 這麼小的一個budget 這麼少的錢 變了一樣這麼大的東西出來 還有我們可以引以為榮 就是譬如說 我們的娛樂事業 是肯定好過 要我出在這麼多的地方 肯定好過 泰國、性格、韓國、任何外國的國家 香港的國家 我想以東南亞來說 只是凌駕於 所有的國家 而只不過是屈就在日本 日本 日本實在是這麼大的地方 你看過地圖也知道 但是香港有多少倍 絕對贊成 他們說不定 他們都問她 別胡亂說 只會顧著 買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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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说娱乐圈是很现实的 相信那些所谓人情冷暖 在这七年间张国荣的确实体验了不少 我相信从外形来看 Nasley会给人一种很花心很风流的形象 究竟是属于错觉 还是真的是真实的呢 在明天早上十一点钟 但我可能和张国荣会继续把歌谈心的 好 稍后新闻简报之后就会有阿郎日记 Goodby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邓爱林跟你, 把歌谈心 每天早上在香港电台, 第二台Alberlo, 欧雪强 之后就会有新闻简报 之后就会有我的出现了 我的名字叫邓爱林 欢迎来到今天的把歌谈心 第三天我们继续跟张国荣聊天 其实严格来说, Leslie应该算是一位歌手 但很奇怪, 在我们最深的印象之中 张国荣留下很多印象都是来自一些电影 例如《学彩》、《失业生》、《柠檬可乐》、 《古首》或是《第一次》等等 很奇怪, 命运弄人是否说得对呢? 有很多时候都会是事与愿违的 只要我们是继续勇敢地向前 命运都挡不住的 我说回你这几年的转变 例如说我们就说过观众方面的转变 最初的观众是怎样 譬如喝声, 又到拥护声, 又欢呼声 至于观众方面 譬如这几年之内 我相信跟你一起工作的朋友 也都会有很多 但是可能都是来去那一帮人 会不会在这段日子里面 你看到很多面口 或者是真正的一面也好 或者是虚假的一面也好 或者是在你低潮的时期 跟你工作的人对你 譬如这样 然后过了几年之后 今时今日的张国 已经是很多朋友涌大了 同一帮人可能会跟你说 另外一番话 会, 当然会了 我见到太多了 不可以一一进入 总之有时候是挺 我不想说到我自己的形状很瘡 而是很真的一句话 就是世态很严良 比如说你那时候 被人去的时候不会有人找你做秀 不会有人找你唱山厅 不会有人找你录唱片 而到今时今日我出了这场片是好的 反应好的 一些歌上榜的流行曲来的 有人会立刻找你拍广告 有人会立刻找你拍电影 片酬涨了很多倍 唱歌的薪酬涨了很多倍 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但这些根本就是 我不怪他们的 因为这些根本就是娱乐界的现实来的 就是如果你一进入了娱乐圈 你就是要预备了这些东西 我只不过我觉得就是这几年 我很开心就是因为到今时今日我还没死 而且我还是可以红过以往 还有我可以有那么多东西 这些只不过是我的报酬 是我那几年不得志而尽力努力去做事的成果 幸运不幸兴照守 我要艰苦奋斗 努力不会有极限 若如失败再重头 现实欺隆不担忧 我要跟她的斗 停着空对抗命运 用力握住我拳头 成功不会照燃光 喝彩星不想白白承受 求能用心 求能用心 求能用功 求能做好顾身 求能做好顾身 我愿意 我愿意的空 我愿意的空 默默因泪看相悠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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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